各位朋友 你們好 這段影片是講繁花 講一下黃家慧先生的戲 有段時間講 可能這段影片有點長 我的喉嚨也未好得完 希望大家多多見 還有點耐性 希望可以看完它 先講繁花的劇情 其實它的劇情也是很正常很基本 都是講一個青年在改革開放的時候 在上海改革開放的時候 就奮發逃強去做生意 當然中間有些資折 人情 男女關係 這也是很正常典型的故事 故事層面就是這樣 黃家慧先生 因為他拍攝的 都是比較有文藝氣息的戲 他在整套影片的剪接裏面 鋪牌其實都是在那裡繞圈的 所謂的繞圈是什麼呢 在文藝片裏面 常用有一種技法 就是拍拍的時候 突然間就回到以前發生了什麼事 令到觀眾不斷重複 不斷重複 又重複去繞圈 這也是常用的手法 基本上這部影片的鋪牌就是這樣 接著有黃家慧先生 他有幾個強項 第一 他要每一個畫面都像一張相片 有些生命力 他的生命力是很厲害的 他要每個畫面都沒有多餘的東西出現 然後整個畫面都是一個很華麗的畫面 由他以前拍的戲到現在都是差不多的 這個就不多說 看好黃家慧的戲都知道差不多的東西 好 接著其實黃家慧先生的強項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那個角色的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其實很複雜 因為有眼 其實眼、口鼻全部用光 黃家慧先生是很強的 就是捕捉這件事 第二就是一些日常的行為 例如吃東西 黃家慧先生拍吃東西 覺得是一種藝術 甚至乎走路也是一種藝術 然後到一些工具 例如現在這一張圖 現在阿寶 即是胡哥 他拿著電話 這個就是電話 到底拿著電話拍得漂亮不漂亮呢 那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因為要有些藝術觸感 才可以拍得那件工具有生命力 讓觀眾看到的 好 接著就到場景的裝置了 場景的裝置 黃家慧先生很多時候 也不容許 場景裏面有一件東西出現 跟劇情是沒有關係的 即是他不要的 所以你看到他 如果有時有一個比較 廣角一點的鏡頭 即是比較闊一點的鏡頭 他裏面都是 所有擺設 可能會有 即是五六樣東西 有時那些擺設 全部都是要鞏固畫面 即是質感和意思 即是一個很華麗畫面 擺設裏面就要很華麗 很少可突然擺放一個很高的花瓶 旁邊就無緣無故有個很不漂亮的 胭脂水分盒 即是沒有這些情況 他要求很高 這些東西 我們值得學習 接著是鏡位 這個就是關乎視角上的東西 鏡位 即是繁花這套戲 黃高雷先生 請來了鮑德希先生 也是一位很厲害的前輩 對鏡位要求很高 當然我看了鮑德希先生的訪問 他對有些畫面 在後期那裡 都做得未夠完美 都差一點 而且在片場裏面 好像都說有些意見想表達 當然他們溝通上 兩個都很高要求 甚至乎其他未知都很高 當然是有些爭辯的 聽他的訪問都說 但為了這麼高質素的東西 大家給了好的意見出來 綜合了 就讓黃家瑋先生決定 當然黃家瑋先生 就決定了他要的東西 所以他的鏡位 這次鮑德希先生說 用的鏡頭是60-70mm以上 就算是彎稿 也是60-70mm以上 為何會這樣做呢 看了黃家瑋先生的戲 這麼多年的朋友都應該知道 因為黃家瑋先生拍戲很特別 他就很想用一個商業質感的東西 即是比較華麗質感的東西 通常在畫面裡面 如果你說視鏡角度 他就想要一些前中後的景 甚至乎是前中後後的景 甚至乎是前前中後後的景 都會出現 這個是比較高要求的做法 所以他拍這部戲 都是用了一些單機位的做法 以前的單機位 你也知道 每一個鏡頭都是一部機去做的時候 你現在要追求到完美 成本是非常之高的 現在的電視劇很少會這樣做 通常都是幾個機位 幾個角度拍攝 當然這件事 因為他要求到畫面 要接近完美無下 所以就很用心去做這個畫面 畫面那裡 我也是做攝影的身份 去跟大家一齊欣賞一下這部戲 這部戲為何我都值得推介給大家欣賞 就是因為那個鏡頭 其實它用了很多 我們商業攝影中的學問 當然 說是有段時間講 我現在截圖了 因為YouTube不能播放片 我截圖了 就跟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心得 希望大家看起來 就更加多的樂趣 首先 我截圖了 阿寶 我叫他 他拿著電話 大家可以看到 主光源 首先說一下主光源 當然 這個在這部劇中常用 這個 上側的7比3的光源 這個是常用的 這個7比3的光源 它有很多好處 通常是打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勾起邊的輪廓 然後在這些陰影位裡面 就會刻畫到人面比較立體 這個是常用的奇兩 它下來的時候 光源 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它用那個 那部機 因為它那部機 是白德先生說 用2色鏡頭 鏡頭當然是漂亮的 一天看到那些景深位 之類表現的位置就很好 當然這幅圖 只不過是卡下來的 當然它 圓圖的時候 是漂亮很多倍 因為這個卡下來的圖 應該都是只有五成的味道 而且有時候 都未必夠Sharp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黃九爺先生用的 畫面的光源 它要先表達的顏色 光源 剛才這個我講了 它是七分三 然後 後面這裡 又會打一個 背面下來 然後會勾起邊 它這個是很常用的 打光的方法 當然一部電視劇 常用的 因為你不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或者有很多附著燈 導致整個環境拍不成 因為要太長時間 要調教 這個光源大家照顧它 斜側的七分三光 然後 後面打個背面 這條邊 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邊 然後打個背面下來 後面 這些位置 就有個背面光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是很常用的 叫做 商業攝影的手法 就是三燈做法 接著 有些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 反光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位置 如果你不反光 它焦了 就直接黑了 接著 在這些位置 它應該是用現場的光 所以這幾支燈 就做了 接著鏡位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 歐佛前面的柱 歐佛前面的柱 這裏 有些東西阻礙 這就是前景的歐佛位 接著到 胡哥的主體位 接著到 後面歐佛位 這個就是 前中後的排法 接著到顏色 顏色 黃家維很執著 因為黃家維 他想RGB和CNYK 都在整張圖裏 當然不會全部畫面都有 接著來的畫面 就會簡介 好像這個畫面 它就會 這個就是暖調 當它紅光 即是一場橙子隊 即是R R那邊 接著有藍色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位置 藍色 即是B G 接著G在哪裏 我們一直在找 G在哪裏 我發現 就是 它在這些 這樣的邊裏 就有些青青地出 然後就當是G 當是G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位置 其實就是青色 它當G 所以它每個畫面 都盡量 越多的顏色 下去就越豐富 通常它運用的雜刮 就是有暖調 暖調就是這些 例如臉這些 背景這些 冷調就是這些 藍藍地 然後有些青色 這些就是黃家維先生的特性 就是它很希望畫面 有冷暖交替的畫面 所以是很豐富的 很豐富 像這張截圖 那樣 胡哥的眼神 一路去表現 就會變成 在一個畫面裡面 牽涉著感情 即是面部表情 接著有時候有些工具 有些工具 這個電話就是工具 接著就是顏色的表達 接著就是那些 視覺景深的問題 視覺景深 黃家維先生 用到出神入化 因為他在這套戲裡面 他有很多 裝了很多片鏡 那裡 他就想用這些鏡 反光的時候 就突顯到那個主角 或者那些配角 他有些事情想 或者有些腦 有些空洞位 有些觸感的時候 他就會用反光去表達 所以為什麼會說 那些演員都說 為什麼裝這麼多鏡 其實是有容易的 因為黃家維先生 不會這麼普通 是拍一個畫面給觀眾看的 他當然是加了意念下去 令到那個畫面 就是那個 思索感 是強烈很多 這個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當然他是大師級 大師級才能做到 我們接著 繼續看下去 好像這些 即是二線的角色 你都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窗簾 歐夫這個就是前景 跟著面部都是 7.3 跟著有個Backlight 大家可以看到 好 跟著那些Background 都會下光 跟著有些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有那個 冷暖交替的顏色 仍然在那裡 所以每個畫面的要求很高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是影響到的畫面 譬如這個角色 他在那裡也是在想這些 這些 你可以看到 他有面部表情 嘴的表情 都是突顯到他 在想著著著著著的 好 跟著來到這裡 開會的情況 開會的情況 開會的情況也是 這個是7.3 然後Backlight 這個都是主角色 跟著又是 那個背景 它的燈光 其實是同一個系統 不過它在每個畫面用得很細緻 包括工具、道具等 它也特意打得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位置 然後有些反光位給它 然後你看到質感輪廓全部出來了 道具等 當然它每個畫面都有一個面部表情 然後後面這些道具 它特意入鏡的時候不多不少 例如快佬代表了它的辦公室 它特意退出了很多東西 散卻了有些穿崩位的出現 這是很高明的做法 黃家衛先生會用這些鏡的反光位 去突顯到這個角色 它在不斷思考 在鬥爭 接著黃家衛會用這些倒影 勾氣觀眾 一看下去 它在想 代表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它是會跟一個觀眾互動 觀眾都會覺得它很鬥爭 加強了戲裡面的趣味性 這就是高手的東西 然後一直轉過去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普通演員 都是非常之入氣的 你看到一些眼神 這個就是皺眉 這些就是黃家衛先生勁的地方 工具那裡也是 大家可以安靜一點 而且它的畫面裡面 還會有一些視角線性 在我們攝影上 例如現在就是一排 就是一條視角線性 接著分佈畫面的角色 眼神位就在中央斜角一點 這個就是16等份的分割 所以在黃家衛的戲裡面的畫面 就是很有攝影的學紋 好了 接著到這個 都是一個 算是比較廣的情境 在戲裡面比較闊 大家可以看到 牆壁就是前景 接著 演員就在這裡 接著這個就是側向光 側向光 側向光下來的時候 接著這裡有一個反光 這個反光相信都是在現場 這裡都是在牆壁 這裡有一個反光 帶給它 接著 因為它的戲裡面 它用那個Z-Camp 它有一個鎖在這裡 所以 那個顏色 就是那個色域 比較廣 在後期那裡可以推很多東西 但是 黃家衛拍的時候 在現場的曝光 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才有這些 這麼立體的質感出現 你可以看到 它裡面的東西 是沒有一點爆發的 包括椅 各樣的東西 在內 都是沒有一點爆發的 你看到 這個 這個好像是浴缸 在這部戲裡面 都沒有一點爆發的 然後 就 光到暗 你會看到有些漸變 這個長生的漸變 很漂亮 接著這件衣服 你看看 它的質感 很立體 接著 下面 打光的時候 即是染染 就打了黃光 這個 也是 剛才那樣東西 即是冷和暖的對比 它現在 就用這些黃光 就是暖色調 搭上去 上面那個 冷色調 這個就是冷色調 所以它每一套戲 每個畫面都可以做一張照片 很厲害 連後面這一盞燈 大家都可以看到 可以滲黃光出來 是可以輔助到 這條垂直的視角線 我現在一直畫下來 是很豐富的層次 即是有一個 亮了燈的黃光的質感 然後這個亮了燈 一直拉下來 這個白光的位置 即是比較冷色調的位置 然後一路下來 垂直下來 它是整個畫面 一直在漸變 即是上面這個 就是一個高光位 接著這個就是暗位 接著又到高光位 又接著漸變 所以如果你說看畫面 就真的很好看 這個就是高手的 其實我們是要學習的 這些 你可以看到 它就算是拉近了 也是同樣的表現 也是垂直下來 也是在漸變 非常之厲害 這個其實 也是一樣 我都不要介意 它有字幕在這裡 我都照片下來 我都不剪 因為你剪了之後 它原裝畫面就會少了 可能欠缺了一點點的美感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光圓是一樣的 都是一個光圓打下來 然後這裡一個背光圓打下來 其實是同樣的東西 然後這個 你看到這些配角色 都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光圓應該是瘦 這個光圓直接打下來的影 然後也是一個背光圓 也是暖 冷 然後光圓 其實都是重複 這些東西 當然 鏡位的東西是這麼多 燈位也是這麼多 但是重複得要漂亮 好像這個 這個畫面也當是比較多東西 在畫面裡面 首先 大家看看這個道具的東西 它打光的時候 通常在這些有金屬一點反光的時候 通常都是用兩面光 或者三面光去打下去 令它勾起了輪廓 當然這個技術 做過商業攝影的人都知道 它就打得很漂亮 當然 首先打下來這裡 勾起了這塊東西 很有質感 只是這塊東西很有質感 接著背面這裡 又很有質感 看到嗎 就是在背景裡 接著一直下來 到胡哥那件衣服 其實是同樣東西 同樣東西 接著又是一個面子打下來 你看到 其實就是一個七三的光 打下來 當然也是勾起了兩角 因為通常這種打法 會令到那件東西立體很多 大家可以多些學習這件事 接著到這裡 這裡也是受光下來 當然 燈位方面 這裡有機會 有一個拖拉下來 因為我看到這裡有條邊 有條邊應該是拖拉 在上面打下來才有 這條邊 好 那麼 大家可以看到 又是暖色調 冷色調 我現在畫的位置 接著胡哥的身 就冷色調 暖色調 對 接著 在牆身也是暖色調 這裡還要特別到 剛才開始的時候 都說了 就是黃家瑋 他很喜歡喝喝吃吃的東西 因為他覺得這是生活的一部份 所以他一定要拍得很漂亮 很有生命 胡哥喝杯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 他要照顧那個煙 這裡 我現在畫的位置 後一張 大家可以看到 這隻杯子有個煙滲上來 這些就是細節的位置 當然一些比較成熟的導演 例如黃家瑋大師 就很著重這些生命力 在整個畫面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已經是一張人像的照片 非常漂亮的人像照片 所以要多些去虛心學習 來到汪小姐 因為我截圖出來 因為這是活動中的畫面 活動中的畫面 當然因為快門用得比較慢 它會有少許化 這個 它有很大機會 是故意拍成這樣 因為 為什麼會有時 畫面裡面會故意化 因為它在動 其實這是一個攝影手法 如果畫面 如果連續地有少許化的時候 會令畫面裡面好像有一個時間停頓的感覺 這是一個攝影技巧 例如有些照片 例如在斑馬線上 它不動 然後我們用慢拍門去拍攝的時候 它旁邊的東西有些化 就會形成了一個對比 其實這也是一個攝影手法 其實這也是一個攝影手法 當然面部表情 那些東西 全部黃家瑋先生都要有很重要的要求 這就是開心的表情 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些眼神光 嘴型都要開心的 連配角 都是要開心的 不過 它勾敷了之後 就掩蓋不了主角 所以這也是另一個技法 所以在這套戲裡很多可以學習 好 那我們繼續去 這個就是胡哥剛剛喝完的東西 都不細節再說 都是一些眼神 和一些我剛才所說的冷暖對比 好 那接著來到這裡 又是另一個技法 黃家瑋先生很喜歡用一個 Sidebacklight Sidebacklight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很容易勾起一些東西的輪廓 立體美感 很多藝術的照片 都是用這個方法去勾起 譬如像這張圖 它勾起頭髮的生命力 這又是另一個視影手法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一打個Sidebacklight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頭髮 哇 真是很飄 這種質感 當然它圓包就肯定是見到頭髮絲 因為我截圖 截圖到見到D的時候 已經很厲害了 然後又是眼神表情位 要求到當然是要CG入扣 入目三分 再由來到外那些 然後都是冷和暖的對比 整個畫面 然後整個背景就遭遇了 現在就突顯了 就是這些頭髮絲 有一點歐歐的 矛矛的感覺 就是我們以前試鏡叫做Softar的 這個在現在數碼年代 相信大家都看到是少有的 因為在數碼年代 很多時候拍戲的時候 都是這樣拍 拍了之後它很硬正 所有的頭髮都很硬正 就不會有這種柔順的質感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那種硬正 就是很像眼 眼睛也不舒服 但是黃偉先生就是要畫面 近乎我們人眼睛 就是很舒服的 很自然很舒服的 所以又是一個藝術品 都是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頭髮 表情動作 一定要是CC入扣 這個也是少有的 多野的畫面 少有的 當然場景也是 歐福了窗的線頁 當前景用 中間這一塊 整個就是主體 後面就是背景 還有人在背景 它不會多的 因為背景 如果拍到其他表情動作 是多於前面 這個主角位 這樣是為之失敗 所以黃家衛很少犯這些錯 不好意思 其實打光那裡 這個都是大同小異 大家可以看到 refactor在這裡 一個比較柔的光線在這裡 然後硬的光源 就在外面窗裡打進來 這個也是很合情合理 後面那個也是 都是在外面打進來 這些很合情合理 然後 桌面這些 它會特地在這裡 勾起輪脚 我正在畫的位置 這個就暴露了 其實還有一盞燈 就是在這個斜上方 這個斜上方 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 其他的東西就要看 這些幅度 你可以看到 也是立體 通常立體在這裡 通常會有三面的光源進入 一個在這邊 我現在畫的那邊進入 一個在頂上落 頂上落 或者是斜後一點下落 應該是 然後這裡就有個斜上落 你看到這裡 是有光源進入 這裡有一個斜上落 就是在那邊有一個斜上落 所以導致在這裡就有一個斜上落 它或者不是斜上落 可能隨時用燈都可以 因為有些 RV 比較軟的燈 都可以用在這裡 或者一些燈籠 即是一個波 都可以用在這裡 那麼 官方論如何 方法很多種 但是要打到整個場景都有光 那種立體 就用了很多苦工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畫面 是層次很豐富的 這個就是要學習的東西 表情動作 譬如 王小姐在這裡 這樣打下來 一個斜上打下來 接著這個 又一個正面光的燈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眼睛 那個氣氛 那個表情 因為黃家衛先生很注重眼睛 因為眼睛其實在拍戲裡面很重要 即是你要交氣 你童童有神 以及你哀怨前面 在眼睛 即是一個好的演員 是要做到的 所以在他這些畫面裡面 是絕對是表現出來的 你看到也是 都是一個冷暖對比 即是他用色溫對比 是很厲害的 整部電影 基本上各個畫面都是這樣的 接著 整個畫面很難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皮褲的質感 這些皮褲的質感 這些是要下苦工 即是如果沒有 華德希先生 這些那麼厲害的人在這裡 相信 那些燈光組 或者鏡組都很辛苦 因為黃家衛先生 每樣東西都要很準 甚至乎你看到 後面這些隔離這些幅士 他不多不少 都是要很立體的 問你死了沒有 都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拿另一個電話 所以我特意採取 都是一樣的 在這裡有一點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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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他這個電話的時候 就因為他的電話 他在整套戲裡面用得很多 就是經常打電話 所以他要換不同的方式去打電話 在後面那裡就會強調出來 這一張就是打電話 再加胡哥的眼神 你會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說他一直在打電話的時候 他一直在想著對策 這個就是一個藝術的表現 大家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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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 因為CAP的時候 這個是之前的畫面 好 然後在這裡 汪小姐 其實是一樣的 不過是換了 其實跟剛才的大鏡一樣 不過他換了一個比較低的鏡頭 比比較遠的鏡頭 這個估計是100mm左右 可以看到 又是outfold了窗簾 然後做前景 後面outfold的位置做背景 然後這兩位演員 汪小姐和老闆娘 就是做主角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息溫那裡 你可以看到 他有一個 又是比較高深的用法 你可以看到 汪小姐這臉比較冷調 但老闆娘這個位置 就是比較暖調 就跟剛才那種用衣服用背景的玩法 現在是在用兩個演員 那個氣氛 那個的對比 所以用光是千變萬化 還有他裡面的含意 也是千變萬化 因為汪小姐在這一集裡面 他在說他的事 老闆娘也在想他的事 其實這個香港是未播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時候 你就會多一點這種感覺 他們兩個表達著不同的東西 可以看到 都是一樣的東西 黃家鴻先生 他不會苟且在 譬如演員 譬如不是主角 他就會忽略 他不會這樣 因為他要每一個角色 都會有生命力 例如這些 他就用了一些Refat 令到整個場景很虛化 這個當然是在飛鑼年代常用的東西 現在因為數碼年代 就少用了 因為那些RV機很重 很少擺個鏡位 就擺得這麼精準 因為你一個劇組 有幾部機 又很容易轉風 所以他單機位 是有單機位的好處 他用了下面的Refat 即是反光位 然後就虛化了 形成了上面的倒影 大家可以看到 無緣無故 這個Refat 就變成倒影 然後又是這樣 一個Sightlight 然後這個衣服 又是一個Sightlight 即是他用窗口 這個就已經可以了 用這個 也是在拿電話 你看到他也在聊電話 但是他整個玩什麼 沒有多餘的東西 你看到沒有東西 總之就是讓觀眾集中到 他就是在說電話 可以看到同樣的東西 但在場景裏又有變化 因為他在移動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些Refat 就會好像 就是一些叫波紋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比較平靜一點 然後這個比較 波紋跳躍一點 即是他用的畫面 就突顯到這位演員 就說現在這樣 哦 這樣 即是有個情緒的變化在這裡 描繪 所以王家衛的畫面 他越來越精湛 就是這個意思 又是一個窗 很多時候都是用這些 拜日簾 都是勾起一些東西的輪廓 這個就很明顯 就是拜日簾的 營造出來的幾何圖案 即是這些 這些線就是幾何圖案 這些線就是幾何圖案 畫在身上 以及畫在Pox上 大家可以看到 又是 它RGB的顏色就要在這裡 當然這個綠色 這個就是偏冷調的 青青藍藍的顏色 這個就是暖調 整個顏色 所以很有藝術感 其實你每張照片 每個畫面都是照片的時候 其實就是很享受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都是同一樣的東西 好 那這個了 胡說在說電話 胡說在說電話 他在想一�물 這場戲是他在想一騎 跟那個人在鬥字 應該是在逗字 黃駕駛先生是用一塊鏡的導映 就是突顯到他的老天在想一騎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他很喜歡用這套戲 這場戲是他在想事 跟那個人在鬥字 王嘉雷先生用一塊鏡的倒影 突顯到他的老爺在想事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他很喜歡用這套戲 很喜歡用這個方法勾起觀眾的互動 所以是非常強勁的表現 這也是八二鏈 就是剛才所說的幾何圖案 當然眼神也是表現出來 通常文氣都很著重 憂鬱的眼神 喜悅的眼神 他們很喜歡用這些 嘴唇的表現 這是喜悅的表現 這是憂鬱的嘴唇表現 形成一個對比 所以看他的戲要想起畫面 這個就是講完電話 即是講完電話 OK 所以沒有了影 所以很有心度 這就是王嘉雷的小友的大場景 在這套戲裏面 一群人坐在這裡開會 開會是如何確定補補的做法 即是如何對應 但又可以看到 他很喜歡集中光源 形成了一個視覺的集中點 然後是光暗的對比 光暗的對比 然後有些不同顏色的線條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有分冷暖 然後會附和上面 那些欄杆 窗口這些線 然後為什麼他會用白色的 即是三角形的東西 其實他就是想突顯到畫面 有些顏色圖形的美感 所以就加了這些東西 當然時代的環境也流行這些東西 但不會是這麼齊整的 很老實現場 所以他在拍攝的時候 做的質感也要齊整一點 可以突顯到 你可以看到 如果沒有這三角形的旗 整個畫面是很平的 但有了這三角形的旗 畫面又豐富了很多 所以這些就是厲害的地方 然後有些水的反光 和它呼應 所以是一個很有質感的畫面 還有它這三角的旗 因為它裏面有個秘訣 譬如上面的欄杆 其實是四方形 窗口也是四方形 然後這些椅子 都是長方形 都是長方形 大家看到畫面畫的東西 但如果你加了這些三角形 加了這些三角形下去的時候 就會形成畫面不會那麼單調 如果你沒有了這陣子的三角形 全部就變成四方形 四方形 最多都是這裡有個三角形 這樣就不足以令畫面平均分佈 即是圖形 這個又是牽涉到圖形的應用 除了光源的運用之外 就是圖形的應用 所以有很多東西要看